大家好,麥林 今天我們走由大嶼山、昂平加上東涌住酒店 這間酒店在東惠城三樓,入口挺隱蔽的 就在吃小籠包樂天王朝隔離,所以要留意一下 這是健身室 外面就是泳池 酒店外圍,一個泳池 有泳池 都很漂亮,很舒服 這裡就是泳池,不過沒有人 不過我無法入口 不要再泳池 有泳池 中藏 在泳池 中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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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中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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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后,厕所已经自动码筒 这里是腊浴间 这里是衣柜 这里也是,门口也有衣柜 这里是干湿的 这些是干湿的 哇,很多层 应该不需要 现在我们要留意一下 咦 过去那间的收入档 对呀 好像很大 像歪镜 放下行李之后 我们就会坐蓝车 就上去昂平 大家看到就是 酒店的门口 这个入口都很隐蔽 所以大家要住的话 就要留意一下 那我们现在过去 就坐蓝车 蓝车360 就在我们酒店附近 走到商场再上 电梯就会见到 非常之方便 那我们在网上买定票 但是去到售票署 都要换一张实体票 才可以坐蓝车 的 我见到 哎呀 360蓝车在2006年9月 都是对外开放的 營运至今 其实都17年了 世界很出名的 全场有5.7公里 全程25分钟左右 是全亚洲最长的蓝车 很舒服 由市区 大地去到大自然 兼且可以洗滴心灵 看回资料 为了配合 港珠澳大桥 和大嶼山的未来发展 香港在2016年 完成了评估 将昂平360 燃至大澳的可能性 不过好像没有声气 大佛见到了 大佛见到了 大家见到 其实风景都很漂亮 沿途可以见到 机场 大东山 港珠澳大桥 尼勒山 鳳凰山 天壇大佛 在蓝车外网 充满思义 见到起伏的山峰 青山绿水 已经是很好的享受 沿途 哇 这么巧啊 好像在表演了 一样 总是觉得佛门清静地 如果这么热闹的话 好像格格不入似的 要知道是什么 我们也是去回心灵上的满足 去看看心经简林 我们先吃豆腐花 我们先吃豆腐花 2碗豆腐花 哇 很小碗 不太小 哈哈 哈哈哈哈 咖喱鱼蛋 2碗豆腐花 五十五元 对吗 现在的豆腐花 水汪汪的 都吃不回以前 很有豆味 很有质感的豆花 没有什么豆味 已经 今天挺舒服 干燥燥衣服 哈哈 完全没有辛苦的 今天真是 优游 很漂亮 很大只 你看 肚子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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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有码 一三 七三二 这个轻一点 这个轻一点 脚也断了 对啊 这个脚也断了 对啊 这个脚也断了 对啊 这个脚也断了 我们今天有时间了 上去大佛 参观一下 哇 你看着这个景 你们的感觉很神圣 和很庄严 250级 250级就上来了 常常经过岗屏都没上来 那么 终之今天上来了 这个天壇大佛 是全球第一高的户外青铜座佛 从250公吨 1981年的时候 开始筹建 1993年12月29日开刚 建造12年完成的天壇大佛 吸引很多游客 更是近代佛教造像艺术的典范 亦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好看 上来这里 站在大佛下面 再往上去 云霧变幻 大佛丝毫不动 实在感到法迹如来 为观自在 天壇大佛真是令人叹为观自 冯黄先生 前面是 阿帕八 整天都有很多 云霧在 冯黄先生 一看就知道 冯黄先生 前面那个是 李律先生 我命360 怎样 二人 四人 二人 那是 他这些 叫他 他 他 维修过后的天坛大佛真的令人更加觉得是神圣 但是又平静 看完天坛大佛之后我们走过附近去参观心经简林 来到凤凰山脚了 上面有凤凰山 我们见到这个凤凰观日在这里上去就上去凤凰山 不过我们不去看一看心经简林 来到这里我都很想看 很喜欢这个心经简林 国学大师姚忠儿教授在2002年完成这一篇心经蜜堡 同年6月将它送给香港市民 其后以大型户外木刻的方式展示这一篇书法的创作 由于整篇书法分别刻在多条木柱上 近次古时书写在竹简里面 因此而得名这个心经简林 心经简林在2003年筹办 2005年的5月就是员工 历史都三年了 心经简林将38条黑幼心经经经文的木柱配合的山势 分布在昂平这里 排成8字影就象征无限 其中一条柱都个人是没有照 象征空心的心经要义 感觉就很有寓意 每个人看都不同 所以来到昂平 一切可可以看到两个世界级画的美景 天壇大佛和心经简林 还可以顺道参观保恋寺 进去同爱 gesprochen 有信仰的朋友也可以参拜一下 聊天 在維修中, 但不要碰 休息了, 吃了豆腐花 然後我們離開寶蓮子, 下山 玩到這樣, 嘿嘿嘿 喂, 怎麼了 現在向這個360下山進發 我們再搭三輪纜車, 下去東涌 看了心經, 大佛, 去寶蓮子, 吃個豆腐花 不過, 人踩了, 豆腐花真的不一般 現在是黃昏, 我們要坐纜車下山 記住, 纜車好像是六點就停 所以要看時間下山 黃昏坐纜車下山, 其實都是一種享受 加上好的天氣, 真是可以念詩, 做詩人都可以 大家看到, 天色都很漂亮 寂釀如畫, 模式沐浴於群山之中 遠近起跌, 這些這麼漂亮的 霞光, 美麗, 有溫暖 這些景色都不是你想見就見到的 有時候都要講緣份 坐纜車上岸瓶, 參觀天壇大佛, 心經簡陋 寶蓮子, 有時間還可以逛山, 舒展一下筋骨 下去東涌酒店, 實在是極高享受 所以很多名勝故跡就在紫尺 訂閱和給我一個讚好, 下次見, 拜拜